台北市府積極推動 無圍牆博物館系列走毒活動 深刻體驗人民跟城區的日常互動 市長柯文哲也親自前往萬華 要感受在地職人的深蒙文化力 在專業解說員近身到來之下 蒙甲百年店鋪的縮影 透過有黑白進步到彩色的照片 一意呈現 不管是小吃 香鋪還是佛具店 每個畫面都述說了 蒙甲在地職人的文化力 萬華也是其中一個 萬華古名芒甲 昌蒙有 長明的文化 昌蒙有力 在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到 清末很多保存到現在 包括火具店 清掃店 還有刺繡 這些店都超過100年 台北市政府積極推動 無圍牆博物館系列的走毒活動 深刻體驗人民與城區的日常互動 市長柯文哲也親自前往萬華 剝皮了歷史街區的晨曦生活界特展 感受萬華最在地的信仰元素 昌蒙生活和鮮豔宮色調 所呈現萬華 千變萬華的面貌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有 這種台灣歷史的區域 那整個區域就是一個博物館 很值得來看 這個剝皮了歷史 把這些東西全部記在一起 你看這個背景就非常 設計非常了不起 除了精態展覽 還能與百年店家互動手作 晨曦生活界串聯在地信仰核心 開啟外界對萬華文化更不一樣的 感官體驗 記得台北綜合島 我們下次再見囉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